大家晚上好 阿民日记讲述 阿民在美国每天的状态和动态和心态 这几天主要忙的事情是 下了班以后就拖木头 我开着我的皮卡车去工地里收木头 因为美国的房子都是木头建的 我路过工地 有些工地在建房子 那房子全是木头 中国的工地的砖 水泥跟钢筋 这些工地全是木头 建一栋房子 你要发多少木头 之前我看新闻说 亚马逊丛林的森林一直在减少 说实话人类真的对大自然的破坏很大 美国建一栋房子真的要发很多木头 全是木头 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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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麻麻 所有的东西都是木头 除了地是水泥地 除了这块是水泥以外 还有外墙面可能会打一点水泥以外 全是木头 所以这几天工地里拆 拆人家厨房 拆人家洗手间 就很多木方 我就开个皮卡车 去把木方拖回来 然后把钉子拔掉 把木方整齐地摆好 下次去地里 就把木方拖到地里去 用来给我们以后建东西用 昨天还是前天 忘记了 跟老板 跟老板 也不算吵架吧 就是跟老板讲 我想休息几天 然后老板说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辞职吗 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半个多小时 然后今天又特地拉我 给我一罐这个 Monst 美国这里喜欢喝这个东西 看不见是吧 这个有爪印的 这个东西 Monst 又跟我聊了很长时间 叫我道歉 是我脾气是不好 有时候 有时候会急的乱说人 怎么怎么样 然后说 木方你拿就好了 你有什么想要的 你就拿 你要建房子 你要干什么 你去看工具 拿 拿 拿 所以 有时候又被老板 这些小言小会 或者说这些东西 又搞得我 就先这样吧 先这样吧 然后老板 虽然说他加薪 加工资比较慢 但是他还是在 过段时间就加 过段时间就加 然后呢 我又拖木方走 之加上他确实 还是有一点点优点 不是说他全是缺点 所以有时候我做决定 想辞职的这个东西 隔段时间又想辞职 隔段时间又想辞职 因为确实外面的工资高 说实话 这样都缺人 你只要 很多人建议我说 人挪活 树挪死 确实 这是事实 你蹦来蹦去 蹦来蹦去 你就上去了 不过我之前也说过 你蹦到了200 到顶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 正好这份工作 他这里还提供吃 虽然说不是包 提供住 虽然说不是完全的包住 但是他提供很 很优惠的一个租金 比你去外面 租房子要便宜很多 然后他也确实是准点 准点下班 从来不会 我都说了 我做的不好 你可以扣工资 他说 不扣工资 你们也不容易 就是说你做的再差 你再浪费东西了 把东西搞坏了 他说不会扣你的钱的 在钱方面他不会为难你 其实我倒觉得这样不好 我觉得赏罚分明 比较好 我觉得赏罚分明比较好 是 你扣别人钱是不太好 别人出来上班不就是赚钱吗 对不对 你罚别人钱干什么呢 看起来是不行的 但是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你做错事 你就要负责代 你就要付出代价 不管你是上班 还是做生意 是不是 你小时候你你犯了错 你不要付出代价吗 你如果犯了错 对不对 人不能被骄纵容到 你犯了错都不负责代价的地步 当然了 有罚就要有奖 如果你员工做的不好 你罚了人家 那他做的好 你就要讲 我觉得有奖有罚 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 你又没有奖 你从来不会别人做的好 给别人奖金 在这里是没有 是不会有奖金的 你从来不会给别人开罚单 你没有奖 你没有罚 你的团队一定会 篮篮散散 因为共产主义嘛 我之前在节目里说了很多遍 我其实是不赞同老板这种管理方法 我跟一个老同事 老同事说 我说你干 我说我干得不好 你可以罚我 扣我钱都没关系 但是我如果没有犯错误 你不要乱骂人 那不是我的错 我不承担责任 不然的话 这不行 然后那个老师不是说 扣钱不行 做得再不好也不能扣钱 那是他的观点 做得再差也不能扣钱 那这个道理 你都没有能力做事 你都把别人干坏了 你还拿别人钱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做错了承担责任 但是我做对了 你该奖励的奖励 我觉得这是个良善的机制 可以让团队的激情 活力激发出来 就不至于是大锅饭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快干慢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老板又跟我讲了一对 所以我说你不用讲这么多了 我说我在这里 我要学东西 我所有没有上手的事情 我都要在一定时间之内 你要安排我上手 必须安排我上手 老板说行行行 安排你上手 安排你上手 所以只要我之前就有个目标 只要能学到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这工资加十块 加个二十块 这个对我的人生而言 不意味着什么 像这几天也有一些人 他新加入这个装修队伍里面 装修行业里面 也跟我说这个事情 说二民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我说学东西最好 你如果学不到东西 别人开你工资开两百 都是不长久的 你有技术再生 你在市场上你就不会饿死 你没有技术 工资再高 这是浮云 你一定要学东西 所以这几天 跟老板之间 关系从跌到低谷 再反弹回来 老板跟我说话又客客气气 他是这样的脾气 他是这样的脾气 他有口无心 拉木方 然后每天拆的那些东西 能要的我都收走 全部收到地里去 过段时间我觉得我应该买个集装箱 来乘东西才行 不然在空地上 你放那里 风吹雨淋日晒的 坏点了 买个集装箱 放过去 然后把东西放在集装箱里面 不然哪天被人偷了 我花那么多心思给你拔钉子 把木方弄好 拖到地上去 再过来看 不见了 没有了 那叫停 傻了逼了我就 好了 这几天 每天忙得 忙得很 上班下班 这几天